Larro Cafe Larro Cafe是做香港碟頭飯 和港式奶茶的一間外賣店 我自己來了不太久 來到的時候就覺得這個區 馬里蘭區是沒有什麼好吃的 我自己很想念香港的食物 我自己在家裡經常做 我老公和朋友都很喜歡吃 給了信心 他們就說不如我們也在這裡開一間餐廳 宣揚香港真正的味道 真正的文化 我以前在香港有做過飲食 開過小食店 所以就把香港那套製作的方法帶過來 這個是香港的斯文奶茶 這個是柚茶 我們另外還會加粗茶 這個配方是跟一個香港師傅學的 始終這裡的水質和課源問題 始終和香港是很不同的 就要一路去想方法 如何拿些茶葉過來 水質如何調教 儘量做到味道和香港是相似 一定不可以說百分之一百是一樣的 因為很多的因素都會不同 其實現在香港沖這個斯文奶茶 應該都不是什麼秘密 大家可以上網上學得到 大家可以上網上學得到 這個牌子很出名的 香港 你在香港鴨寮街 上海街 這些都會找到 而且你必須用這些湖才可以沖到 最大的分別是日貨 或者香港 打個電話 很快 馬上就到了 走過隔壁街買 但這裡不是 譬如 我炸大腸 我可以去隔壁街市 就可以買到 我收到最多的資訊 就是 喜歡喝奶茶 即是可以吃回以前的味道 這個也是我自己的宗旨 我就是要做香港的味道 我來了這裡 結婚生小朋友 基本上圍著我的都是外國人 很少會去 特意認識一些人 是香港的群體 走出街 聽到別人說廣東話 但你又很少會去問他 你是否香港人 所以對我來說 是很難找到香港人 但開了這間店 就不同了 有很多香港人來找我 多了很多朋友 每一個人來到這裡 都是說廣東話 你一來到 你無論認識他 不認識他 知道他什麼名字 還是不知道他什麼名字 你會覺得好像有一種好朋友 很容易接近的一種感覺 就好像我下樓下茶餐廳一樣 坐下 要一個A餐 麻煩你 來到這裡也是一樣 你來到 麻煩你要一杯奶茶 你就知道 可以了 你是要小甜的 就是要這種感覺 就好了 好 讓我看他們 都會成功 知道 沒有 所以 你還講 哦 你還講 你現在 有 你 你 感谢观看